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到一年卫生署在今年六月下旬 重新开放部分中国乳制品 虽然表示只开放部分乳制品的含量较低的产品 但包括消机会在内的民间团体都不知情 卫生署的做法仍遭到批评 近一个月来日元和美元 在兑换其他货币全部扬升 升值幅度一个月来最高 日本政府公布新的经济刺激方案 希望应对日元持续走强及通货紧缩 减少经济复苏的威胁 美元指数扬升也抑制了黄金 作为替代资产的需求 使得金价下跌 而各地投资人也正观察 全球经济复苏的到来后 是否促使央行升息 全球规模最大的气候变迁抗暖化会议 于台湾时间七号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 被誉为保护地球逃过暖化的最后机会 在会议中能达成多少共识 进度议定书将在2012年到期 国际社会是否确实履行 还是各环算计 台湾又将如何应对气候变迁 拉近国与国距离减碳新协议 全球聚焦哥本哈根 你好 欢迎收看有话好说 我是叶明兰 被称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抗暖化的全球会议 已经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展开了 这场会议来自全球192个国家 1万多名的代表 要共同为抢救地球而努力 而这场国际级的会议 关系着地球的未来 也关系着台湾 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台南大学绿能所教授黄振江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第二位是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林子伦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第三位是绿党发言人潘汉生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 还有资深财经记者卢彦丽 明天好 大家晚安 我们刚刚说到了 这个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已经展开了 而这场会议主要的目的就是减排 到底这场会议的一个重要性如何 我们现在看下面的报道 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全球抗暖化会议 台湾时间7号在丹麦首都 哥本哈根登场 192国 1万多名代表 希望在12天的会期里 写上出共同遵守的减碳新协议 现行的国际减碳公约 京都议定书即将在2012年失效 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就是落实一份 各国都接受并且遵守的减碳标准 排碳大户 美国的立场是这份协议能否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 美国已经承诺在2020年之前 排碳量要比2005年减少17% 2050年之前要减少83% 另外开发中国家包括印度中国 也将提出各自的减碳承诺 另外一个攸关成败的关键就是财务问题 联合国表示 贫穷国家每年需要上百亿美元的经费 才能应对海平面上升 干旱造成的饥荒等问题 会议希望能够通过数十亿美元的援助 与科技方案对贫穷国家伸出援手 会议召开前 各国领袖频频进行视讯会议建立互信 主办国丹麦表示 达成对抗气候变迁协议已经近在咫尺 美国总统欧巴马也突然改变计划 决定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 为会议带来更乐观的气氛 专家则表示 就算达成目前各界比较广泛接受的方案 也就是全球气温比起工业时代之前 增加不超过摄氏两度 还是可能会造成海平面上升 因此越早行动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我们刚刚看到一开始 说到这是一个机会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 还要等好多年 那么这场国际会议 它的重要性到底是如何 在今天有一位来宾 他即将在星期五 也要到哥本哈根来参加 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林老师 这场哥本哈根的气候变迁会议 对于整个全球来讲 它的重要性到底在哪边 因为事实上我们从相关的温氏气的排放趋势来看 全球从过去1990年到2004年 虽然有很多的新的公约通过 但事实上整个的量还是非常的增加 最近从2007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各地的这种暖化的异常的现象 已经在各地发生 包含台湾最近的几次的风灾 然后其实有气候异常的现象 其实在全球各地 我们在每天几乎都可以看到 类似的这个异常的现象可以发生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全球面对这样一个危机 其实非常非常的迫切 在这里面其实京都应酬 其实刚好它规范是到2012年 所以在原来的减量的期程的订定里面 就规定是在今年年底是要达成一个后京都的一个规范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年的哥本哈根 这么受到相关的注目 是我们看到所谓的哥本哈根的气候会议 它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第15次会议 那么它就是在2009年 就是今年12月7号 就从昨天开始到12月18号丹麦 哥本哈根来举行 那它总共有192个国家参加 它要接续的京都议定书2012年后的规范 那它这次重点有四个 是减量调试技术跟资金 所以减量就是工业国家应持续的实践减排的承诺 然后调试就是各国合作评估 调试行动纳入政策以及计划 在技术方面要加强发展中国家技术以及合作的开发 在资金方面要设立调试基金 规定缔约国要透过机制 要协助负担开发中国家调试的成本 其实在看这场这个国际的一个哥本哈根的一个会议 大家在看的就是美国的态度 还有这场会议到底能不能有实质的成效 那很多人在观察 其实这个美国总统欧巴马 他的态度 现在可能就是乐观的一个气氛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想请教黄老师 你来看就是外界看悲观 也有外界看乐观 你怎么来看呢 对 因为这个哥本哈根会议 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主要为什么会对美国那么期待那么深 应该回到就是说 京都议定书的一个签订过程 我们知道在京都议定书在签订过程里面 所有的国家只剩下美国没有签 所以也造成就是说 后续的推动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那这一次很庆幸的就是说 美国换了这个政府之后 对这个全球暖化的这个态度完全改变 以至于就是说大家对这一次的这个 编约国会议的这个结论有很高的期待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 我们这个特别特别期待就是说 这一次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成果 大概是这样 是 您谈到这是所谓的京都议定书 它是在1997年12月11号签订 当时呢是谈到了就是温室气体减量 就是从2008年到12年的时候 要降到1990年水准的平均再减5.2% 那效期呢就是到2012年 那在2009年2月为止呢 总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条约 这个是占了全球排放大约是61% 但是主要的美国呢 小布希总统在2001年的时候是撤签了 而欧盟部分呢 其实他们达成了降低排放8%的目标 而且有10个国家是达到了6%或者是8% 在中国跟印度方面呢 是2002年签署 但是因为他们不是条约控制纲要的国家 所以排放不受限 不过在这一次哥本哈根里面 其实中国跟印度 他们在这个会前 他们也宣示了 他们会这个达成这个排放的标准 也提出了一些目标 我想请问一下汉生呢 你来看这一次哥本哈根 是不是真的哦 这个乐观哦 会真的达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议呢 我想在台湾谈这个议题 大家都在好像开赌盘一样 在赌说到底会好或不好 那有些人的心态是想说 如果这一次没有过的话 他都没有我的事了 那其实这种心态是有问题的 因为 其实在进度一定数的时候 大家看到两个大漏洞嘛 一个是 其实刚刚就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是说 有些国家他签了 可是他不用负责任 像中国印度这种开发中国家 可是他的总量已经越来越大 中国已经现在是最大的排放国了 那所以 新的这个协定 一定要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处理这个问题 就牵涉到南北对立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现在的一个 征战的焦点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强制性的问题 在进度一定数里面 即使你签了 即使你是附建一国家 他必须要减排的国家 可是你就算没有做到 那些事情 好 那所以这一次 其实会开始来讨论强制性 那其实日本 跟欧盟这些国家 他已经摆明了 他说 即使这一次没有好的结论 以后你这些各个国家的产品 进到欧盟